來,我現在尋到一個海水魚的最新的問題 牠這隻有沒有 之前眼睛上的變毛 變毛有嗎? 但是現在我發現到 今天開始 這隻 也開始變毛了 這隻 也開始變毛了 對啊 這眼睛混濁到底是什麼問題 這小醜魚 我說 小醜魚是還好 這隻 這隻是完全白頭不清 這隻還OK 眼睛亮晶晶 這隻只加路而已 不知道 買得到 不知道 奇怪 網路上我看了一些文獻 是說 那個什麼 水質 第二種 有可能就是白天 它一直啾啾啾 吸到那個 百啾 有可能是說 機械性補撈 但是補撈那個人 已經可以 排除了 啊 現在到底是要怎麼用 奇怪 如果你說去買蛆蟲 蛆蟲 蛆蟲 油也來 這東西不能抓起來 你如果全部要撈過來 下藥也沒辦法,浴缸太小了 我用這個酒壺,不知道是這個的關係嗎? 也不知道耶 告訴大家,如果說 海水比重,KH值,什麼的那些都凝固症 現在裡面就是我懷疑裡面湯太多 是那天洋塵料就變這樣 現在如果一直換水 不曉得,人家說水太老,也有可能這樣啦 還是假消 今天換一般海水好了 快點快點,幫我解決 因為我上網看了一些東西 說的都沒什麼一樣,你知道嗎? 有一些討論,但是 沒有一定的原因 有一個同學說不知道是什麼蟲 貝斯什麼蟲,什麼燒的 他說要抓出淡水浴 但是以我以前的經驗淡水浴 這蟲子如果不是很健康淡水浴都不好賣 淡水浴之後基本上又淡定絕對死 我的經驗是這樣 不知道是都賣魚嗎? 如果賣魚就知道眼睛越老了,很難受 正常你換水後會比較老 它應該是比較好比較特別,不能再老了 對 有些是說單隻是魚的去攻擊眼睛 但是這還好咧 對呀,已經幾天吃了,原來是魚吃 快快快,心的困難 到底 如果一隻換水有沒有用 還是蟲子用太多 蟲子用太多 蟲子用太多,照說是不會這樣 奇怪 啊,我知道了,你們那裡有可能 人家說去淘汰很多 快快快快,太多